在我们日常生活中,虽然手机支付功能非常齐全,支付宝和微信扫一扫就可以完成付款,但难免还是有很多地方需要支付现金的。 如今去银行取现金非常方便,一般不需要排队的,ATM机器都是24小时营业的,在国外取钱也一样方便男子取现金有机用,就拿着银行卡去ATM取钱,银行卡插入ATM机,根据屏幕页面提示操作,安了取钱金额,科技器就是吐不出钱,一旁的女友还十分的埋怨男友,说这点小事都办不了,女孩亲自操作。 但依然取不出钱,银行卡还被吞进了机器,里无奈两人找来了工作人员,工作人员拿来一张新的银行卡操作完以后,也发现取不出钱,就找来维修的人员拆开机器,眼前的一幕让工作人员看愣了。 这机器里全部是钱币的碎片,还有两只老鼠的尸体,原来是这两只老鼠的原因。银行表示一个小的疏忽,造成了很大的损失。 这钱大概有100万泰国珠,相当于20.5万人民币。 银行行长表示这钱要大家平摊,包括他自己。 银行储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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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茜